声网i个创始人赵斌 未来声网还将作元宇宙技术服务商 全球实时互动与服务商声网i个日前举办了 RTE2021实时互联网大会 赵斌强调 除了市场价格因素外 相比阿里 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来说 声网最大的优势在于 只专注在实时音视频领域 从而会带来新的垂直产品与技术探索 能够把产品和技术 进化到下一代需求高度上 采访之前的10月22日上午主题演讲中 赵斌称 双减政策在中国的落地 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在线互联网教育行业的生态以及格局 他们看到在双减政策落地的情况下 整个在线互联网教育行业在向成人教育 以科技为代表的素质教育 以及出海教育业务方向的转移 线上课堂形式虽然在双减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影响 但整体上 声网仍然认为 方向性和应用性的创新并没有停歇 并且在长周期的未来 他们依然看好线上教育 将能够给商业以及社会价值带来的贡献 一颗立正式 2021年QEE 声网宣布与HTC达成合作 加入HTC Wi-Fi S3合作伙伴计划